要说今年夏天最火的网剧 飞鱼最莫属 这部剧除了让曾经的同心张一山重回大众视野 也让大嫂徐冬冬彻底火了 除了走在街上被大家直呼大嫂外 他的微博也常常被粉丝攻陷 最奇特的是 竟然有网友艾特的警察局说他走私 这让徐冬冬哭笑不得 他们天天问我走货吗 因为有一天有一个网友 他竟然at了那个就是什么警察局 还是什么派出所 说那个这边有一摊货要出货了 然后说那个这边有人要在走私怎样怎样 然后要抓我 网友真正是入戏太深呀 不过能看得出来 大家对徐冬冬视野的大嫂这个角色的肯定 说到大嫂 想必大家对大嫂和鱼醉的那场亲热戏印象深刻吧 别看张一山表现的那么老道 实际上当时拍摄时他似乎不敢拍被导演逼着演了这一段 导演让他亲他说不亲亲不亲我不敢亲 然后从来没亲过各种各样的说 然后后来导演你不亲我亲了 然后他说好吧那我亲他就真亲了 没想到还有这么搞笑的幕后故事 徐冬冬透露当初得知要和张一山拍亲密戏 简直惊讶得不得了 因为他对张一山的印象还停留在家有儿女里的流星啊 实际上进组拍戏之后 徐冬冬才发现张一山其实很成熟 甚至有点像老艺术家 他有一点老派 他喜欢听陈生的歌 或者是那种很老的那种歌 还有那种很 他有他自己的那种思想吧 看不出来呀 原来娃娃脸的张一山竟然是个老艺术家 这一山竟然是个老艺术家 这一山竟然是个老艺术家 这一山竟然是个老艺术家